大家好,又是我Thomas 我都一段時間沒有拍片,都有一年了 接下來我會拍一些有關舊裝帝陀的表演 或者我在這裏也說一聲 因為如果在香港玩舊裝帝陀來說 我都是一個非常初歌 如果有什麼資料不適合,希望大家體諒 好了,今天我最主要想說 我右手邊這一隻 7016的 你看到它的面子也是火山面 其實我買的時候 就是因為它是故意火山面才買的 我也知道火山面其實在很多玩標的人都說 其實是壞面,火山面是沒有什麼人要的 其實事實是這樣的 火山面在市場上上網看到 在一些標價來說 可能是同一隻帝陀的標 火山面和靚面 火山面是明顯的價錢會比較低 你看到它的Bezil 就是褪色藍 它的型號就是620多 你看到它的crown都是沒有3點的 我都很喜歡它的鶴 都算帥氣,挺挺的 7016 如果講到鶴,有些資料我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看帝陀的一些資料 其實說說 7016是1968年的時候 第一季的時候 他們出的鶴 這個crown位比較特別 這個crown guard位 你看到這裡是特別的 遠遠的之後它對它了下來 這個就叫做 Semi-Point Crown Guard Semi就是一半 如果我拿一個 譬如這隻 94010的鶴 你看到這裡 它的圓形是比較飽滿的 就沒有了一半這樣 滑下來 這個鶴 就在剛才我所說的 1968年 第一季的時候 第一季的時候 他就出過這些 這樣的鶴 我下面也有張相片給大家 看到 可以有一個很明顯的分別 對 對 對 這隻錶 行走都精神正常 對 那 我自己就喜歡 我就配了一條 Rolix的釘帶 7206 Ending Bars 82 我這樣有時候拿來帶 對 對 這一隻就是 火山面的7016 對 因為當時買的時候 真的很重口味 就是喜歡火山面 對 那為什麼會火山面呢 有些說 在很早期 其實 除了帝陀 或者其他外國的牌子 因為它的防水 底部 不是做得那麼好 所以就會有火山面的情況出現 那其實 或者我遲些 我也會介紹 有一隻Omega的 潛水舊裝 都是有同樣的情況出現 好 那今天就講到這麼多 大家多謝收看